你可不可以把他放回去 吃完我就會放回去 富人把火車上的枕巾 整個拆了下來 包裹著便當 就是怕油油膩膩的便當 弄髒了自己衣服 只是這樣的行為 是不是很自私呢 一旁的乘客看不下去 開始勸說 想不到富人不領情 還變本加厲的回嗆 你真的很沒有功德心 謝謝你 風格是什麼 不管乘客怎麼勸阻 他依然自顧自吃著便當 完全不在乎 還說用衛生紙才是浪費 用整巾垫著吃 比較環保 目擊民眾將影片PO上網 感嘆大家都說大陸人 文化水準低 其實台灣很多人也一樣 雖然這樣的舉動 並沒有違法 只能道德規勸 但在火車上 大量的旅客來來去去 如果今天自己座位上的整巾 也被人拿來電過便當 不知道你又作何感想 記者彭志銘 黃玉智 苗栗報導 我示範到 其實幾乎是 其實我 apologies 我回去 那時是 我來自行 但是真的 那時是